小飞 小飞 学长 你来了 我这是在哪儿啊 你已连续三日不时不眠 工作劳累 已然心力衰竭 凑死了 我 我死了 你是谁 我奉上仙之道 到这世间来寻觅一可怜之人 可怜 你年纪轻轻 还未寻得人间真爱 便命丧黄泉 你若愿寻一家人踏实生活 我便赐你一个新生 我明白了 算了 我混成这个样子 就别偷了别人的 没人会喜欢我的 我就一屌丝 飞也飞也 飞也飞也 我愿赐你一项能力 保你迎娶家人 再创人生巅峰 这么说 我的好运要来了 三十日后 三十日后 我当现身 亲自合眼谜语伴侣间的感情 若为真情 我便保你二人成就眷旅 既得心生 若为假意 我当奉上天之道 令你魂飞魄散 来世不得为人 那怎样才算真情呢 真诚待遇 以真心换真情 才会铭心刻骨 不枉此生啊 去吧 好 都好运啊 我去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醒了 我 我这是在哪儿啊 你在我家呀 我看你好像中暑运倒在前台了 也没有人管你 就把你拆回来了 晕倒了 你没事吧 怎么这么烫啊 还好 我有一颗祖传的药丸 可以救人于微极时刻 没想到还真给你用上了 你给我吃了 谢谢 谢谢可不行 这药丸可是我家里留下来的唯一一颗 就这么给你吃了 你一句谢谢就想把我打发了 你一句谢谢就想把我打发了 你救了我 我也没什么可以报答的 这样吧 我帮你一个忙 什么忙都行 什么忙都行 对 要你做什么都可以 没做 那让我想想 做我能做的事 做个男朋友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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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干嘛呢 给我看看 公寓老板叫我拍一些公寓的照片 拍得不错嘛 没想到你还会拍照 毕竟我也是一大摄影系的 我是大四的 你居然是我学长 那 学长 你要不要给学妹拍组照片 现在公寓里还有点事情 要不我就在这儿给你拍几张吧 也可以 怎么样 你看一下 可以 你回头发给我 我请你吃饭 随着 好 小飞 你来了 这里的门票这么贵啊 真的 谢谢你啊 跟我客气什么 你呢 有空多给我拍几组照片就好了 好 你觉得这儿的艺术展怎么样 挺好的 我超喜欢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小时候 我的目标也是要做一名艺术家 现在 学长 你以后有什么目标吗 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希望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做他想做的事情 天天开心就行了 那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 你和我在一起待着 开心吗 不开心 才怪呢 烦死了 小飞 我给你画一幅画吧 你还会画画 很早之前 我就有学画画的 好啊 好啊 画得怎么样啊 差不多了 再听一下 好漂亮 先生 麻烦你再把眼睛睁大点 你把我画这么漂亮 谢谢你啊 从美术馆出来后 菲菲约我去了上次约好吃饭的地方 小飞 你要请我吃法餐吗 对啊 我特意定了这家店最好的位置 我还是第一次吃法餐呢 我第一次吃法餐的时候 也特别聚集 袁女士 您的本店点得最贵的 制度好玩套餐 请问现在就要上主菜吗 嗯 现在上吧 好的 最贵的 当然了 请学长吃饭 当然要吃最好的 请慢用 好 学长 你知道吗 吃法餐是很讲究的 牛排呢作为法餐中的主菜 你切它的时候啊 要选择最难的部位 切一小块 你先切切看 现在怎么样 吃这样吗 拿筋点我看看 挺好吃 你要不要再看我这一块 嗯 真好吃 那 学长 你要不要 也让我帮你切一块 好 张嘴 好 原小姐 您的红酒 请回帮您倒上吧 嗯 干杯 干杯 今天吃得怎么样 吃得非常棒 那你还想再来吃吗 可以啊 我有一张黑卡 可以送你 下次你想来的时候 随时可以来 不用了啊小飞 来 你的心意我领了 下次你想吃什么 我带你去吃 我请客 好呀 来 干杯 干杯 我 你 你就想吃的 你 我 去 你 要把你吃的 你吃的 你吃的 不是 你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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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哪儿走 你好 请问是要锻炼的吗 对 下来什么步位 下面我们开始做直腿硬拉 锻炼大腿肌肉和臀后侧 十二个一组做四组 准备好了吗 我会辅助你的 开始吧 准备好了 一 加油 二 三 膝盖打开 不要内扣哦 四 很好 五 六 还有六个 加油 七 八 加油 九 很好 调整呼吸哦 十 最后两个 加油 十一 十二 很好 休息一下 我们进行第二组 今天好累啊 休息会儿吧 两个 加油 祝福兄弟 练得挺别致啊 怎么 想学啊 想学又教你啊 不用了 我还是自己练吧 练成券 柯练得挺求的 你不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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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得太球吗 会一点 要不要来一局 好 那我们来一局 我们读点什么 你要赢了的话 我就送你件私教课 那要我输了呢 我想好了再告诉你 那我们谁先开球 那你先开吧 好啊 干净了 那我开始了 好 好 厉害 好厉害啊 看来得送你件私教课了 好 那我先开吧 好 那我开始了 好 这么厉害 你赢了 我的惩罚是什么 好 我 想好了再告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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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原来 上次和你打太球我输了 你还没有跟我说我的惩罚是什么呢 要么你辅助我做深蹲 要么你请我喝杯咖啡 我还是辅助你做深蹲吧 好啊 那拜托你了 谢谢啦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会儿陪我做下一组 好 教练 你今天好不一样啊 谢了 来 来 这是给你点的咖啡 谢谢你啊 其实我今天过来 也是来跟你道别的 道别 你要去哪儿啊 我发现自己一直忙于工作 很久没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想 给自己休几个月的假 去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放心 我还会再回来的 虽然 我只是你的教练 你只是我的学员 我们还没有那么熟 但是我谢谢你一直支持我的工作 你是一个很好的男孩 这几个月 你好好锻炼 等我回来之后 我相信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教练 谢谢你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 上你的课 我非常开心 在外面呢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很期待 两三个月之后 还能再上你的课 好 那你最近要好好认练 等我回来哦 好 加油 祝你好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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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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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 学长 你来了 你今天 好特别啊 是吗 哪里特别了 那个 你 你说不出来的话 可是要罚酒的 你酒量怎么样 你的这个 小绿辫子挺好看的 哦 还有吗 还有 我还是 先自罚一个吧 来吧 我们一起喝一个 好 干喽 干 继续啊 好 不醉不归 干杯 好 干杯 好 好 喂 老季孝 我家拿点点点啊 这怎么会事 帮我看 学长 她欺负我 你找事是吧 把握手机 把握手机 别打 学长 你没事吧 别打了 狗子 把握手机 把握手机 你们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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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然 又晕倒了 快坐 学长 学长 还疼吗 还好 他们为什么欺负你啊 他们来管我要钱 要钱 你欠别人钱了 是吗 没有 这说来话长 凡些事 我就不想让你知道了 好 不想说就不说了 但如果你需要我 随时都可以找我 其实我父母早就离婚了 我父母早就离婚了 我父母有个儿子 是个败家子 他知道我妈有自己的产业 就一直想通过我来分一杯羹 他手下有一帮小混混 从我妈在婚那天起 从我妈在婚那天起 他们就一直追着我 想要管我要钱 这也太过分了 阿姨呢 你没有跟她说过吗 我只是个小女孩 我只是个小女孩 没有她的事业 和她老公重要 不 小飞 我觉得您很重要 不要再想这些烦心事了 以后 他们要是再来骚扰你 随时找我 你先休息吧 我去外面看看 他们有没有跟来 学长 谢谢你 学长 有你真好 学长 你怎么流鼻血了 小飞 你怎么这么着急 突然把你拉来帮忙 没关系啊 什么事儿 是这样的 我妈呢她有个公司 手下经理突然离职了 但是今天有个客户要应酬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只能拉你来救火了 救火 你想让我假扮你们经理 专门为你买的西装 那 那我应该准备什么 什么都不用准备 一切看我眼色形势 还有 别忘记 我教过你的 快去快去 时间紧任无重 加油 这位一定是经理吧 快请坐 这位一定是经理吧 你们好 好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 我是托马斯 这位是凯文 请问怎么称呼呢 我叫托尼 托尼 幸会幸会 我们经理呢 刚下飞机 有点疲惫 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 吃个减餐吧 好啊 千斤经理可谓青年才俊 给你们做生意 没有这些酒楼上的规矩 很轻松啊 二位过奖了 我们也只是实事求是而已 那就 那就开动吧 好呀 飞飞越走越近了